成龙作为娱乐圈的大哥大,虽然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时期,但是吸筋能力,相反比以前捞的更多了,就2016年。 功夫余佳将近18亿票房,取得飞护7亿元票房,加起来差不多有25亿元了,怎么都可以分得5亿元。 再加上以前的电影版税收入,广告期价以亿元起,一场活动500万起步,远到老年。 那么最重要的是,就是遗产的分配,成龙旗下的巨额财产,何去何从,一直都是民众关心的。 在近日,成龙律师透露出的消息来看,如果不生辩护,成龙的资产分配,已经确定了八九不离时。 成龙将把公益进行到底,个人财产的一半以上,将捐助于成龙基金会。 众所周知,成龙对儿子房祖宁,极其喜爱,但在财产的分配上,成龙做出了较为严格的划分。 房祖宁的财产,将根据他的个人表现,适当而定。 假如以后,儿子闯出了一番事业,成为了有欲望的好人,那他另外的一半财产,可以给儿子。 若是恶性不改,那就只能领工资度日。 他的私生女吴卓林,在他满十八岁独立之后,成龙先会送出一笔抚慰金,足够他潇洒一辈子。 但前提是,这笔钱不可以被他母亲支配。 成龙的女儿吴卓林,在科学院出席活动。 记者问他,成龙说会把一般遗产成立基金留给房祖宁,小龙女会不会不开心? 吴卓林回答说,无所谓,自己努力做好自己,我和妈妈互相照顾就可以,靠自己,一点都不羡慕。 趁自己和成龙没有联系,竹林被媒体问到对妈妈,有怨气吗? 她坚定答道,没有,从来没有,身体怎么样,OK呀,母女两人已经和好了,小龙女真是让人心疼呀。 无论如何,在小龙女这件事情上,成龙大哥最终,还是需要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,否则的话将会成为自己一生的污点。 认为圣贤熟能无过,重点是要有一个改错的心,对于成龙的财产分配,你怎么看? 欢迎留言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谢谢大家